若你毛孔粗大,想要调理油水,改善肌肤安全 用5%维他命B3毛孔紧致精华 强化肌肤防护能力,再现水煮蛋机 B-Fact是皮肤科医师与化学教授共同开发 并经过人体实验证明有效的保养精华液 B-Fact一瓶平均400元有找 还有30天满意保证,无感就无条件退费 到B-Fact官网输入I Believe可享满额免运与折摆优惠 B-Fact B-F-F-E-C-T最实在的科学保养 不好意思阿 準備哦 干嘛?你已经开机了 我今天教给你了 巴黎 Welcome to the KK show,this is ken 我是凱莉 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陈念琴选手来到我们节目 horo,hello大家好,我是念琴 那语言琴,你刚刚说我们可以叫你阿步 那我们等一下都叫你阿部 好 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念琴是誰 好好好 那來給妳介紹 因為凱莉今天非常的興奮 我剛剛一看怎麼想 也太帥了吧 就是整個凱莉一直說是她的菜 說她楊詠瑋不用找了 不是這完全就是同一個 更高一個等級 我覺得真的超帥 我覺得我推薦大家都去看一下YouTube到底有多帥 念琴是我們這一次 凱莉還好嗎 她其實在16年裡面奧運的時候 她就第一個史上踏上奧運殿堂的女拳擊手 然後這一次她還是打進我們東京奧運的八強 非常非常的厲害 我第一次聽到妳講話這麼陡 已經這樣陡 我跟妳講她從來沒有那麼陡 我跟妳說她的差別有多大 我們上禮拜其實一樣有早上9點來錄音室路過 只是上禮拜是一個就是年紀比較大的大叔 所以凱莉就很冷靜 然後她講話也就是很con 不會顫抖 剛剛她在介紹妳的時候聲音是那種高潮抖 真的耶 還卡住這樣喔 你應該也很習慣了吧 可以 你走在路上就說大家都在看我超帥 我沒有 我走路在看地板 好啦那其實就是拳擊選手所以妳身材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謝謝 可以問一下妳從小就長這樣嗎 我說就是身材拳擊的部分 沒有耶我開始接觸拳擊身材比較結實一點 那妳小時候妳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拳擊的呢 國二 妳那時候為什麼會接觸拳擊 還是先是先打架 是為了想要打架去學拳擊 是為了要保護家人 真的嗎 沒有啦我家人每一個一個比一個狀 好像不需要我保護 所以妳想要保護誰去學拳擊 保護妳 喔 這樣沒有是可以的嗎 好 糟糕了 完蛋了今天節目就要這樣了 好我覺得其實啊 其實我之前在馬祖是因為 我這麼受弱也是為了給妳保護 你说你之前在马祖 他也在马祖长大 对我在马祖长大 我只是想到那个念琴啊 我看你的IG 然后之前有一个合作是Cortex 对不对 我觉得今天凯莉非常需要 Cortex是什么 为生棉 你需要 我还要运用家常型量才够 我觉得跟阿布来的时候 他们那个团队有说 就是我们就正常聊什么之类 我觉得他们现在整个已经放弃了 他们刚才说凯莉这个打炮 这个可不可以有隐秽的方式 我直接讲出来 就你刚刚在那边开 他先开始的不是我 我在关了他的那个赞助 没有是你们在哭梗 对对对都用卫生棉 月经来跟看到帅哥 看到都可以用 功能很多 sorry sorry 你为什么那时候会开始练拳机呢 其实是因为我两岁的时候 就因为父亲的工作关系 我来到妈祖 其实因为哥哥的关系 然后我又练角力 因为妈祖当时只有一个运动项目 可以去台湾 我们是原住民家庭 然后其实爸爸一个人要养七个 一家七口这样 其实蛮辛苦的 我们五个兄弟姐妹 后来我就想说 因为我天生就可能体育细胞比较好 然后哥哥介绍之后 我就去练角力 之后国中的时候 我就有很认真练 因为叔叔的关系 他跟教练其实是好朋友这样 然后那时候新竹拳机 刚在发展 教练就问那个 叔叔说可不可以 就有没有选手可以帮我介绍一下 他就想说念情不错 那其实当时他们在跟我家人讨论的时候 家人是很反对 因为会怕小孩子那么小 就来台湾这样子会陌生 结果去台湾一地训练之前 就家庭开会这样 然后叔叔他没想到我的反应这么的直接 他就说 念情 那我现在想要改变你的人生 我想让你就好好练拳机之外 也让你在台湾好好读书 对 然后我就说 好啊 走啊 我就说好啊 走啊 没有留恋 就是没有留恋 因为在马祖待太久 我就想要看看台湾的世界到底多大 还是把主经都被你衰变 你是全倒第一名 你那时候还是练角力嘛 对那时候还是练角力 那直接他就是跨界说 反正人家拳机教练在找人 直接挖财啊 柯文明教练嘛 对对 你都不怕他是诈骗吗 他看起来不是像 因为我那时候还没看过他 叔叔这样讲的时候 我就觉得去台湾耶 超赞的耶 好啊走啊 哇 是不是太勇敢了 超勇敢的耶 对 对啊 那时候14岁 14岁 15岁嘛 这就是做一个很大的决定 你那时候一定没有觉得是个很大的决定 对我也觉得就是去玩一下而已 这样 我以为是可能夏令营之类的东西 然后所以就好好走啊这样子 那有中间有后悔过吗 每天 每天 真的是每天多夸张你知道吗 我就是暑假 那是第一次跟教练见面 我这样哇 你对他定印象是什么 好黑哦 是像我这样还是梗 梗 梗 露凯族的皮肤 就是梗 那除了那个还有别的印象吗 就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就是有点可怕 因为他又黑了又眼睛又很大 看你就很像他杀死你一样 五个人拳击是我的特质 我叫你吗 你没有 你没有 你只想要融化对方的感觉 你不要一直聊他 对不起 所以你没有 你把打破了拳击选手的刻板印象 好 对然后接触之后的一个月就疯狂 开始想家了 我就每一天都在打电话给家人 然后跟我爸抱怨 就觉得你们干嘛把我丢到这 然后开始怪他们 因为就自己答应的 真的 还好我爸没有讲说 你自己有家 他没有说说 啊 辛苦就回来这样 哦 不会 我爸爸超硬 因为他很支持我们走体育这条路 因为他们从小就知道我们不太会读是吗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 没关系时间会慢慢带你适应 然后我们会成为你最强的依靠 就讲那些屁话 真的 真假的这种屁话 就是啊 念情吃超多饭的 少一个人吃饭差好多 真的 哇 少一个负担 瞬间觉得我怎么有点爸爸飘火 所以在新竹那时候是住哪里 然后什么样的状况 一个国中生 应该说一开始到现在 其实我就住在修女院 我住那边住有十年了 修女院所以是有宗教信仰的 有宗教信仰 那是一个缘分啦 因为教练是教友 然后他在有一次上教会的时候 他就跟修女说 我这边有一个小孩 能不能安排他到你们修女院住 因为他一个人自身来台湾 家人都不在 然后修女就想说可以帮助这个小孩 那就帮忙一下 谁只要一住就十年 想说来住个一个礼拜 结果来住十年 对 住十年 你原来是教友吗 我不是 那住了需要变成教友吗 其实也不用 那个叫做耶稣乐商修女会 他其实里面也有住其他人 就是可能有上班族 很多都是学生 几乎一半都是学生 那可能从新竹兼时 然后要来大城市 念书的那种小孩这样子 所以就修女会比较保护他们 那修女有要保护你吗 还是会觉得你 还是你在保护修女 我觉得修女好像比较小卧宝 那好酷喔 我其实都不知道台湾有这种 里面都是女生吗 对 都女生 所以像女宿 对 就是女宿 那你在里面有没有住得很开心 非常开心 没有啦 你也住过女宿 其实那个跟女宿真的差太多 因为那就是一个读书的环境 超安静 而且就有门禁 10点就关门 那会很严格说 比如说晚上不能聊天 或是大家不能在床上聊天之类的吗 没有 完全没有 因为它只有一个限定 就是主要是安静 因为修女院 修女他们每天8点45到9点45 他们要做一个弥撒这样祷告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要很安静 但是做什么没关系 那没有我们严格 我们真的超严 我们是射监会去检查床上有几个人的 我蛮好奇 你那时候刚到新竹的时候 第一件事应该就是跟教练聊天 先了解一下到底拳击是什么样的一个运动 因为你那时候明明就是练脚力 为什么你看到拳击以后 你会觉得说 我可能可以试下去 尤其是你一开始 他还帮你应该有做一些训练了 就开始有做训练 没有 他没有先带你做一些训练什么 都没有 教练会听吧 教练会哭 教练应该不在线上吧 没有 其实一开始我接触教练的时候 应该说我一开始刚来到新竹的时候 刚好他们在办比赛 我其实算是一个观光客 我只是去看而已 那一阵子 你真的还没有意识 我只能这样说 对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以为去夏令营 就是来台湾玩 本岛玩一下 对玩这样 然后开始训练的时候 我就站在镜子前面三个月 我就一直拿着我的基本动作 然后看着镜子 然后动作要标准这样 因为基本动作一定是最 你说两个拳头拿起来这样 对我就一直这样 站在镜子前面 然后这样子 三个月 所以就是耍帅 看怎么样动作最帅 还是那个是真的训练 就真的训练 那是真的训练 那时候每天 那三个月每天都要训练几个小时 我们晨操大概七点到八点五十或八点半 然后下午的话就三点练到五点半这样子 反正我就被丢在镜子前面三个月 你知道吗 现在的小孩子 就连镜子都不用站 他们就已经开始在走路 然后在出去 然后我心想 我以前是在看嘛 我是被骗的 而且你刚去 对也许是刚去 然后三个月 就感觉大家都在忙别的事情 你就是被丢在角落而已 对 是我一定会觉得 What the fuck 他说我到底 偷下一切来这边干嘛 那我回去 我回去练角落就好了 那主要不是没有镜子 对啊 还要特别跑到新竹照镜子 对啊 我放一个webcam 然后教练在新竹 还不是一样可以这样盯着我 好像也是 好像也是嘛 我们不是在挑剥离间啦 那我只是觉得很 很惊讶的说 你那段时间撑下来了 这是什么支撑的你 还是因为你老爸叫你不要回来 因为回不去 因为我买不了机票 我的存款只有20 没有啦 其实就因为我觉得吧 就因为我离开之前 我爸妈他们就是有邀请了很多的 就是原住民朋友 然后一起 欢送会 哇 欢送女儿是什么概念 你这次是回不去耶 就是想你不要回来咯 你回吃吃看 那个party是他们为自己办的 对然后家人喝得很开心 更惨的是什么 更惨的是喝那么开心 结果呢 最后收拾的人是我 我还要帮我收垃圾 是不是很生气 他们真的是为自己办的 真的 自己在那边嗨 很烦泪他们 那你练了多久去打你第一场比赛啊 这真的很辛苦 因为我大概练了一年半 我到国山才真正参加一场比赛 那是因为我刚来的时候 其实台湾女子重量级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 那么多人 应该说完全没有 那时候我才国中 国中最高量级就是63 他没有再高 或者是无限量级 没有 所以就是63公斤以上 对 但是我刚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68了 我国中我真的不知道 什么就会降体重 我不会降啊 我就是降 又上去降 又上去这样子 就可能最多降两个公斤 然后不吃东西又很饿 又想吃这样子 我在发育 叫我不要吃东西 对啊 那以为在新竹会比较好降体重 因为新竹东西不好吃 没有生气就吃啊 什么东西都好吃 而且我跟你讲 我在马祖真的 就可能珍珠奶茶这种东西 那时候的马祖很少见 我来台湾在疯狂喝 我一天可以喝 这可以讲吗 家人会被打死我 一天喝五杯 全糖吗 完了我还被杀死 全糖重点 Double珍珠 你交不下了 这只一杯至少有五六百卡 哇五杯 等一下 国二的我会知道 什么叫大卡吗 我就要体重吗 没有我觉得这样 Double珍珠全糖 一杯五百 然后一杯就两千五百卡 你已经超过你的计划了 而且我觉得你 可是他每天训练量应该就打平啊 他还要吃别的东西 他不吃的珍珠奶茶耶 是不是 还有炸鸡排 我跟你讲 我宿舍前面那些店家 那些只要是珍珠奶茶店 每一个都跟我很熟 因为我晚上还会去家练这样子 大概我八点五十练完 然后那店家那珍珠就差不多 然后我已经去 哎不来了 然后一锅珍珠摆上来 还是真的一锅珍珠 因为他知道我很爱吃珍珠 来汤匙那边自己拿 我就开始挖开始吃 然后就有那种最后一个客人的 然后他就说 哎没有珍珠了 然后客人就看着我在那边 撈那一锅珍珠吃你知道吗 真的超夸张的 他就说我们未来的奥运选手 给他吃 给他吃好不好 未来吃不到了真的 现在不行了 现在就是必须要控制我们的身材 然后可能九九一次是可以的 九九吃一锅啦 对 哎不是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量级的少数的选手 对 几乎没有嘛 几乎没有 那怎么办 你跟谁打的去就是金牌 我就是真的就是很努力练 然后练一年多 就是因为教练很积极在帮我 就是跟协会 然后讲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很不错的选手 能不能就是开一个 再重一点的量级让他去比赛 后来到国三的时候 我把终于开一个67公斤 然后我那时候还在68 然后我就是为了这场比赛 教练说已经一年多你来一年多你一场比赛都还没大 那你是不是要表现一下 然后我就很用力的降体重 然后我就降到64 哇真的死伤第一次亲 那时候我真的没有吃珍珠 很辛苦 然后就是那一次降完之后我就去比赛 然后我就发现哇好酷哦 我第一场就把人家打下来 我就直接把人家击倒这样 然后就发现干我超强的 我就这样哇我好强哦 我怎么一选而且我第一场就把人家击倒 第二场是把人家打呼 太痛 有恶魔 为什么对方这么弱 还是你真的训练很独到 你有珍珠的力量 珍珠力量 要累积起来 没有我就可能就真的 就是一年多没比赛 然后每天站在镜子前面 然后因为当时我们团队 全部都男生 我又不能跟谁打 就我可能就做基本动作 然后教练教我 就是正规拳几个 然后上去 你就把这些拳打出来 你就赢了 然后他就这样跟我讲 然后我一上台 他就说放心 你会 你一定会 你就那个六个拳打出来 然后很用力的打进去 那时候有combo了吗 还是也没combo 他就叫你上去 1212 对 就说1212打到底 我就好 1212 然后就赢了 殊不知我一个赖走了 然后他就 也太用力 我真的是打完之后 我自己这样 然后就说快点再出拳 我这样 你自己吓到 自己吓到 想说对方好像太痛了 那也是你第一次跟别人对打吗 真的 真的喔 你上台是第一次跟别人对打 对 第一次跟 而且还是第一次跟女生对打 刚开始的时候 我连就是跟男生对恋都还没有 对啊 所以他第一次对恋 就是上台正式跟女生打 正式跟女生对打 所以你知道我积了多久 我多想参加比赛 你知道吗 那后来呢 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 你遇到对手 然后想要更积极的去做变化 除了1-2-1-2 我觉得现在奥运还是1-2-1-2 没有 奥运就1-2-1-2 我就 我被人家玩 什么时候遇到对手 我觉得他开那个量级之后 然后到高中 我觉得慢慢就有对手 因为高中就有比较重的量级 那高中的可能就是 他们已经练了好几年这样子 那你有第一次被纳告吗 就是整个被KO 有耶 但那时候是身体 有没有哭 没有 完全不哭 我就倒 我就休息 没有啦 被纳告的感觉是怎么样 睡觉 没有是很干吧 不会 没有因为那时候 我人生第一场高中赛 我就输 是因为我那时候有拼血 那一段我真的 怎么会拼血 很生气教练 因为他对女生不了解吗 对 没有 因为我们团队真的都是男生 但可能真的对女生 有一些 就是不太了解这样子 女生身体或者是什么的 然后那时候我是国三 要升高一的时候 我就开始 我们早上练习 跑五圈 我都跟不上 因为我们学校 有一个好汉坡这样子 然后才会到校门 我走那好汉坡 人家可能走个五分钟好了 我要走十分钟 因为我走几步很累 我就休息一下 但我真的完全没有发现 我自己身体出了什么状况 所以是真的凭血 不是说 比如说月经来 比较不舒服 凭血可以开玩笑 真的 所以是身体出状况 对 但是没有发现 对都没有人发现 因为那时候 我才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教练那时候 正好在带男子世界杯 在准备了这样子 所以他都在备战 他对我的状况 他其实 因为我还就是小菜而已 小菜 所以他其实不太管我 是好吃的 完了 我完了 对不起 节目下个啦 好 然后后来我就被丢到田径队 我想说田径队应该教练就只是想让我练停了 没想到我去田径队也是被操 但是我已经有贫血了 这样再被操下去其实是很不好的 然后高中第一场比赛 然后去参加了总统杯 而且还在花莲 重点我家人阿嬤 连阿嬤都出动来看我比赛 大家从马祖飞去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住花莲 我老家在花莲 吓死我了 对 然后大家都很期待我比赛 就我那是高中第一场比赛 就输了 就因为贫血输了 但是后来的时候 雪尔才跟教练讲说 他之前有贫血的状况 他想说念琴应该也会是这种状况 要不然怎么会突然间就 就是体力都下滑那么多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 那时候贫血是什么状况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 你是不是最近比较废而已 差在哪 最大的差别就是 我的活力还有我的体力完全就是下滑 我以前可以可能一分钟假如 可以出个一百圈 那我现在只有一分钟 我最多只能出个三十四十圈 然后就立刻掉一半以上 对立刻掉一半 因为我那时候贫血很严重 我那时候后来去检查的时候 血黄素只有四而已 无关 快死掉吧 真的 我有一次洗澡洗一洗就昏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是修女他们来敲门 想说怎么那么久这样子 而且我那一场比赛去的时候 我就是蹲着 然后站起来就整个人碰下去 全部人也吓到说念琴干嘛 就自己拉告自己了这样 对我自己在洗澡 对啊 所以蛮严重 然后就那时候就赶快立刻输血 然后一直都有在吃营养品这样子 现在也是吗 对啊 现在也是 所以那个算是天生的 还是说训练过程中自己也没注意 对啊 就是可能天生的血就是不够 我想说要怎么防范 因为很多人在运动过程中 他们也不一定会被提醒 我觉得当你就是身体开始你已经觉得有一点状况的时候 你马上就要跟教练讲 教练我觉得我身体有状况 我是不是要去检查一下 那如果教练可能觉得说 哎呀你操不够 那你再继续操 那可能就还是要跟家长讲一下 就是要去健康检查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自己要知道 对自己一定要知道状况在哪里 因为我曾经在 我以前也是校队的 我以前在练校队的时候 那以前是打篮球的 所以他们就是会一直要跑上篮跑上篮 然后你如果只要有一个人没进 就要去一直重跑 就永无止境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就也是 觉得自己快要喘不过气来 可是因为很常觉得自己快要喘不过气来 所以你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直到就是你过度换气直接倒下来 你那时候有这样 对对对 然后才会说 不能勉强自己 所以后来只要 我早说我有点不舒服 然后脚鱼就穿去旁边 所以我只是想休息 所以我觉得了解自己身体状况 蛮重要的 对那个非常重要 那你高中那时候开始 算是花比较多时间在练拳击的时候 他们会教你就是说 开始要怎么做什么体重管理啊 或营养学啊 告诉你珍珠一杯到底有几卡啦 有没有开始这种观念比较 有 就科学化的训练 有 高一暑假也是高二 我忘记我们就去比青年奥运 然后接触过青年奥运之后 我觉得才慢慢开启 就是对运科这个认识 身体上的监控啊 然后以及在训练上 要怎么如何配科学 因为我是到高三下学期 我就进入国家训练中心这样 那里面有很多资源 然后让我们能够更了解 那是怎么样可以被选进国训中心 还是就是他们来就 看念琴蛮强的就找你去 其实有耶 就是可能他会有一个可能亚运选拔 那你选上可能他就会征召你到国训中心去做培训 那他们有给薪水吗 国训中心是会给选手零用金这样子 对 看你的就是等级 然后 什么越强给越多 对 就是表现 或者是国计积分这样子 不是他可能有分 黄金计划的 然后培训的 除训的 或者是就是培炼 或稻草计划 又黄金认 最后一根稻草 那国训中心那里 因为一般人不了解吗 那你吃的好吗 吃的 那也非常好 就是国家把选手照顾的很好 那也不管是在 运动科学那边 医护这边 然后行政 或者是餐厅什么的 我觉得都很齐全 很完善 24小时都有东西吃吗 没有24小时 因为毕竟运动员 还是要控制一下 那个体重 然后身材 你知道吗 注定有人要珍重啊 珍重 餐厅可以给他吃到饱 因为我们餐厅是那种 类似就是buffet这样 蛋白质全餐 什么都有 很营养 因为我们有营养师 那营养师会去 跟厨房讨论 要给选手吃什么 那我们其实都有一直在更新 因为我们都会开会 去审查的时候 我们这样子 给选手吃是OK的吗 那营养师就会再去调配那些菜单 听起来很专业 国庆中心 一定要专业 国庆中心 那我以为就是 他们就是说一个 总体说要有菜 要有饭 要有鸡肉 你就要吃住餐而已 那不要有炸鸡排 就这样 不会 其实我们里面有时候 就有礼拜三 我们一定就是牛排日 中午一定会有牛排 然后 那可以说我要三分熟这样吗 因为主要是因为为了 就是健康着想 他们就是牛排一定会坚守 那礼拜四就会有甜点这样子 其实都很好这样 那以前可能还会有乳酪蛋糕 什么之类的 但是就是因为一次一次的开会 就可能 教练为了要让选手 他们说阿布 收不下来 选手收不下来 他在鸡肉蛋糕里面放珍珠 这是不是不应该 其实我会这样偷偷的 就可能从餐厅带个牛奶 带个绿茶 就奶绿了 自己再去外面买个粉圆 然后自己偷偷开火煮一下 珍珠来了 就是想不到的东西 就是要把它想出来 因为我们也不能一到五 常常都在外面 我们通常就是都在训练 那一到五很想吃怎么办 就是自己动手了 在国训中心就整天 你就是住在那边嘛 对我们 那所以是整天都在训练吗 有分早上训练时段跟下午训练时段 那可能看比赛的周期 有时候我们可能连晚上都练这样子 我蛮好奇他们整天的行程会是什么 因为你说有早练 然后有晚练 那中间这段期间 其实有耶 就看电视这样子 就是 什么看电视 我不知道嘛 我不知道 你说在交易厅 你没有网卡 还要去打电动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作息 那我的是 我们早上七点 然后中午十二点 还有晚上六点 我们团队是一定一起吃饭这样子 吃完饭之后就可能回去休息一下 然后九点 大概到十一点半 有时候认到十二点训练 然后十二点到下午三点 这中间都是休息的 那休息完之后 三点我们又开始继续训练 到大概五点半六点这样 那真的 那就是全职full time job 对 像我们可能还是学生的 我们就是一定会有一个时间点 是课服期间这样 是念书吗 还是上课 我们还是学生 还是要上课 还是会有老师要来上课这样 会安排说早上跟晚上的时间 是上课时间 上什么上学科 上学科 像国营宿舍 之类的 会不会大家都在睡觉 睡的还是会啦 就很累了 对就很累 我这边谁根本听什么 数学课杀小声 天哪 什么psycho 谁不在乎 对啊 但是还是会 还是会有选手要上课 因为其实我跟你讲 我后来发现 大家的都不简单 来自的学校 因为我可能以前都只 就是可能看我自己 然后可能大学 好像就国体大 台体大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发现 哇还有建宗的学生 哇有清大的学生 有交大的学生 就大家都是来上课的 就认真的 对还是 就是真的认真 然后我就跟有些选手聊天 就有人跟我说 他以后想当 就是机师 开飞机这样 我就觉得哇 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梦想 不是说只有练 那你的梦想 对那时候 还是你就满脑子都是 哇要打比赛 这样就强这样 对其实我对于就是 练体育这件事情就是 我想要一直一直一直进行 这样 因为我对于未来 我觉得未来还对我太遥远 因为我很享受当运动员的 这一段日子 所以我就觉得说 反正我现在还年轻 能打多久就尽量打这样子 好我们喝点水 休息一下哦 休息一下 好哦 你知道Netflix有上百部电影 因为地区限制 在台湾看不了吗 你有基于过特定国家的 限定商品与优惠方案吗 你有没有曾经担心 自己的网络足迹 被强国领导看到呢 NorVPN带你跨过重重高墙 遨游全球59个国家 快点击资讯栏中的专属连结 或输入百灵果优惠码 KKVPN 享受两年方案 二期折优惠 加上四个月的bonus期限哦 好这个阿富刚刚说 有很多很厉害的学校 但他自己是蛇变的学妹 学姐 学姐 自己是清大 所以你刚刚那段话 是什么意思 在捧自己 就是我很欣赏别人 我觉得没有很认真看自己 我读清大 都忘记自己读哪里 就对别人投射一个崇拜的眼神 然后人家才跟你说 你读清大 你没有把那个学校放在心底 那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出国比赛的呢 第一次出国比赛就是2013世界青少年女子全景锦标赛 那一次其实也很不容易 因为就是我说过就是重量级在台湾其实不被看好 然后那时候是因为13年有办一个台北城市邀请赛 然后我那时候是跨年龄去打那场比赛 就是我代表台湾原住民队 然后去打75公斤这个量级 这差很多耶 对真的 我那时候应该算是青少年 然后成年其实19岁才开始才算成年 可以这样 我是后来才听到 所以别人都比我大 因为当下教练就说你就去比赛 我对其他事情完全就是交给教练这样 然后我后来去比赛 我才发现 这严重耶 比赛第一场对蒙古的我顺利的打赢了 然后第二场对哈萨克 然后我就输了 就第一场打完的时候教练就打电话给理事长说 我希望你来看念琴的这一场比赛 因为他下一场要对的是哈萨克的选手 哈萨克很强 很强 然后理事长也来看 然后他就很感动 我打完赛他就说 好我让念琴去比这个比赛 有什么事我扛这样子 因为其实要加这量级 我们还要经过选讯委员 然后去经过什么这样子 然后去开会 然后才能争这个量级 所以他这样讲的时候 我就想说 很严重吗 我就傻傻 然后就有大学长来跟我说 陈晴姐你超屌 我就说怎么样个屌发 他说你第一场打赢的是 亚运铜牌选手 蒙古的选手 我就说哇靠 然后我下去的时候 马上就我跟你拍招 然后第二场 对哈萨克那是2012伦敦 奥运铜牌选手 然后因为当下理事长说 好念琴去我扛 我想说我不去打两场比赛 为什么就是 好像很厉害 好像很厉害这样 然后没想到知道对手的背景 我才知道 你自现都不做一点功课吗 没有16岁那种 那时候还没有 对完全就是觉得说 有对手就是打 我就是打这样 对那个 没有什么在情搜的 真的没有在情搜 上场就是打 然后那些选手 我跟他打完之后 他们就是很尊重那种抱我 然后又跟我说 你很棒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哇原来国际型选手 就是这么 就是运动家精神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开始了集训 我真的是就在处于一个 很惊慌的那种状态 大概满血了 大概两个礼拜 因为我想说 哇我真的跟世界等级的 因为我当初参加这比赛 教练跟我说 你会跟国外的选手打 我觉得对于国外的选手 这几个字 我就觉得很亢奋了 因为我那时候 我大概到高三之前 我都是亢奋型选手 我觉得你现在还是 你现在还是 超亢奋 我是亢奋 到会把别人家忘记 然后上来就是 哇我要杀你这样子 真的 然后后来就去移地训练 然后就去比那个 2013世界杯 那是真的第一次出国 而且教练不在身边 那时候带队的是 青少年是另外一个教练 然后老师在教的东西 可能就跟我们 原本在学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 就是跟教练 几乎每天打电话 然后问状况 然后给我一些课表 可能在练完之后 去增加这样子 集训完之后 我们就一起出国 然后我也就是抱持 我觉得这就是 原住民的精神 就是遇到谁 就是不畏惧的 就去打这样子 然后我一开始 对到哈萨克的那个 第一场又哈萨克 但是这时候 已经是青少年的对手 所以比较没那么可怕 而且在经过那两场 国际赛之后 我就觉得 经验大增 对 有大增这样 我就不敢对手 我就是最强 这样成为一种 又给自己的一种信心喊话 出奥运铜牌 我都打过 对 我就觉得超狂 我真的很超狂 我是听完之后 我自己才上网查 真的是他耶 超狂 然后我就说 虽然是第一次站在世界舞台 那会紧张 但是管他的流 我就是上场打 不是他被我打 就是我被他打 其实就这样嘛 对 就这样子 比赛就这样嘛 然后讲不同语言 就这样嘛 反正我们要出拳 看谁比较强 就赢了 这样子 然后 真的 我也完全 完全没有想什么 然后我就脑中就想 我要拿金牌 这样我要打人 我要拿金牌 这样 然后我就一路过关 斩将这样子 到金牌战 对中国的选手 哇 那时候对中国的选手 我们两个就是在互打 两个都互打 然后我就觉得 哇 这真的有厉害 我还跟自己说 这对手有厉害 就两个打到这样 我觉得就是那个平静 我要杀死你 然后到最后 因为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比赛 应该是平平 然后举手的是我 我整个就爆海 哇靠 金牌 其实在打的当下 其实你都不会知道说 大概谁会赢 对不对 对 你就是 那个身杖限制太高 还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到底是 就是怎样 裁判觉得谁比较强这样吗 我们其实 计分方式一直有在更改 那到现在的计分方式 我们叫做十分制 其实拳击很主观 对呀 超主观 所以我们就算十分制后 我们五个台下裁判会在 每一回合结束的15秒内 他会有10到7这样子 就是最多10分 最少7分 10分是就是表现最好 那10比9的话 就可能我们实力相当这样子 那10比8就有点实力选数 10比7就是很明显 就是我觉得可以直接 直接结束比赛这样子 OK 所以那最后分数出来 可能比数会是5比0 或者是4比1或3比2这样子 所以就看裁判觉得 哪个几个裁判选你这样子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两个选手 实力相当 都打得很好 然后可能我觉得你赢 那可能最后判出来的时候 是他赢 我们其实有时候 这一点也看不太出来 对 因为就是裁判就是 给分的那一个 他这是看什么 比如说就是看谁 出拳数吗 出拳数 中的比较多 还是要有运动家精神 还是要有knockdown 其实也不用到knock 其实我们有看 就是你的技战术的运用 然后你的攻击的强势 就是有些对手 就是一直在封闭 那裁判的时候就是 就不喜欢 对手就是可能想被打这样 他就是一直不出拳 他就想被打 那再来就是犯规的次数 就是犯规次数也占蛮重的 然后你整个技战术的运用这样子 不过这些都是算是业余 你打这样算是业余比赛吗 对我们算是业余 那跟职业上面的规则 会有一些差别吗 职业会有 因为职业他要嘛 就是从四回合 六回合 八回合 十二回合 那他们的计分数的方式 可能又跟我们不太一样 这样子 所以有人说这两种 其实几乎可以算是两种运动了 因为那个落差真的太大 一个就是很商业性 然后就是大家都很爱看 然后出厂费这样 一出厂不然输赢都有费用 那我们这种业余 就是把那个名次拿出来这样子 那你有想过说 有没有可能有机会 可以去打到职业吗 那是不是可以赚比较多钱 对职业是可以赚钱 那其实在国外很流行 很流行这样 像我们 我之前的对手Karisa 那美国的 他两届奥运金牌 他第一届奥运 2012 轮断奥运才17岁 他就拿奥运金牌 真的很猛 然后他打了两届之后 他就是 转职业 他现在转职业之后更狂 他现在又转MMA 我觉得真的超佩服 对对对 其实现在很多都是走这种路线 其实你有角力背景 如果转MMA 你根本想拉我去MMA吗 没有 只是在想 台湾女孩 超帅 因为MMA就是 现在可能最夯 然后可能最容易赚到 但是也要看 也要看就是 每个国家对于 就是这个项目的发展度 这样子 对啊 完全不一样 那我想要问一下 你自己好像有一些减重 或者是脱水的经验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个到底怎么做 其实我人生中第一次脱水 好像是在大学的时候 全大运 那时候应该已经大师 真的是我第一次脱水 因为我以前都比75 那我的体重大概都7172 所以我没有降体重的烦恼 然后大三大四应该 就比全大运 那时候应该是比69了 那时候 然后我以为最后一天不用过棒 那一天第一天过棒完 第三天又要过棒 就是我们决赛要过棒 然后我爸妈什么都来 而且在夹衣真的很好笑 然后我的那个好朋友 打就问 你请 明天我们还要过棒 我说 什么我现在在吃蒸鲜 然后我就去量那个体重 我现在7三了 怎么办 7三明天要过棒 我吓死 然后大家都在比赛 教练不知道 我就默默的带着我的学弟 我说 你陪我去降体重 而且那时候 我真的是人生第一次穿雨衣 因为我就看其他选手 会穿雨衣练习 我们的比赛场 跟那个训练场 其实是同一个地方 我就躲着教练 然后带学弟 这样偷偷跑去 那个地下训练 这样子 要怎么做 穿着雨衣 我没有 我那时候是 就是穿着长裤 然后里面穿了背心 长袖 然后又穿一个 很厚的外套这样子 然后就动起来 就一个发福的女人 然后在那边这样子出拳 超累 然后而且又超热 你知道你穿很多的时候 你动出拳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然后就有流很多汗 但是我练完的时候去量 哇 还在71怎么办 这样就掉了两公斤 对 流汗流很快 然后到晚上 教练就说 谁体重还有问题 然后我就默默的举手 他就说 你还有多少 因为我比69 那我其实应该还算 两公斤 我说没有 我还有0.5 我不敢讲 我跟他说 我还有0.5 然后学弟比较严重 学弟还有两公斤 然后教练说 完蛋 你们两个现在 那个谁谁谁 你带他们两个去跑步 我们两个穿雨衣 然后这样狂跑步 那真的 我真的觉得超痛苦 因为那时候很热 然后那跑超长 我真的跑五圈 我就觉得 我已经烧起来 而且不能喝水 对 穿雨衣 然后这样 我就觉得整个身体都烧起来 这样子 然后我跑五圈 我就跟学长说 学长我不要跑了 我真的快烧起来 我很生气这样 然后学长说 我不能 学长又有点啪啪的 我不能 然后你继续跑 又跑完了十圈 那真的超痛苦 我从7.3要降到6.9 然后我跑完步的时候 大概已经 大概69.8 但是我要降到 我要降到比6.9再低 我想说 不管0.8了 我就去睡觉 我说我真的太累了 我睡觉 然后我就去睡觉 一觉起来 6.8.3 爱过了 我很开心 跑值得了 然后一过完棒 我爸妈也看着心 哎呀 妹妹啊 怎么还要降 还要降几张 我可以陪你去 看你宝宝吗 什么很辛苦 这样爸爸又说 你少吃一点 这个不要吃 但还是要吃 又不想女儿饿到 这样你知道吗 那你吃一块就好 我们一人一半之类的 我就说爸爸 我不要吃了 我现在要去运动 然后我爸爸说 好那怎么去 然后他就很紧张 然后我阿嬷也说 啊那明天还要比赛 怎么办 这样 我就说 我先送你们回饭店 我去运动这样 好 然后我一回来 我爸爸他们 怎么样 哎呀这样 我很心疼这样 要不要再吃点东西 我说 我最降下来 要叫我吃 吃点东西 真的 我爸就 再吃一点嘛 还特别叫妈妈 去水粉买那个什么 凉面 我就说 不了 我不吃凉面 凉面 最恶感最深 这样 你们过磅 可以裸体过吗 可以 像有些选手 我们只要站在 体重机上 假如我今天还有0.1 我没有下来 我都还可以 我可以在上面如果体重很全我可以坐在上面喝水 但是只要你跨下那体重机你就没了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想办法 你可以在上面运动吗 你可以动动动 然后你可以拖 我的经验都是我就是拖 拖到运内这样 拖到运内没有这样子 那如果体重OK的话我就是就穿着这样量 OK 对有些人会可能就是体重受不了直接在 剪头发 哇 内裤不能脱吧 内裤不能脱吧 你就是全络 你就是在想办法你的体重要到位 那会有人帮你那个用到结尾 对我们有一个 过磅是 就是女生一间男生一间 那其实女生一间其实 女生就是也还好就看了 就是你有的我也有这样子 对啊 所以其实大家不会那么害羞 对 这脱水的过程是教练有教你们吗 就是你说或者是要自己去网路上查说 我真的没有 因为我平常就维持的很好 我出赛前两个礼拜或者是一个礼拜 最晚一个礼拜 我的体重就会到位 我比69 那我体重就会维持在68.3这边 那所以其实我一直没有脱水的这个问题 就那次经验而已 而且还国内赛耶 我傻眼 真的 但是正常来说选手他们自己都会有一个 我们会一直提倡选手 就是我们团队是不允许穿雨衣将体重 因为我们教练是非常 就是对于选手在饮食上面 或者是在体重控制 他就是有一定要求 像我们没有比赛 但是我们平常体重最多只能超过两公斤 好严格 对我们教练很严格 可是两公斤是出去大吃一顿牛排就没了 而且还会欧巴 还会再超过两公斤你知道吗 因为我看那些MMA选手 有一些他们降重降的很恐怖 他们平常就是walking around位 他们walking around位可能是170磅 可是他们都是比135 所以他们就是在三个月或者是甚至四周内 他们要降掉30磅 对真的 超恐怖 我在打75的时候 我的对手他们也都是这样 平常体重维持在81 然后他们要比赛的时候降下来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身体状况看起来会不太好对不对 对啊 而且我就觉得这样很累 他们到底可以怎么怎么这样子马上比赛就又降下来 而且对女生来说可能体重因为那个月经关系 有月经来也会被影响的对不对 真的完全 干月经来就多两公斤欸 真的喔 超可怕 超辛苦的耶 我比奥运之前我生理期刚好来你知道吗 然后过半天我就很紧张 我到底过不过得了啊这样 然后就刚好就是比赛当天就是生理期前一天就走了 然后我就疯狂运动 想说排汉排多一点这样 然后上体重 哇好轻喔 六七欸 太轻了 太轻了 哇轻飘飘 那我蛮好奇你们在奥运的时候 过半的话是第一天过就好了吗 还是每天都要过 没有 拳击运动是每天都要过 你今天有比赛你就要过 超累 我们是每天都要控制体重量 像可能空手道或者是跆拳 或者是举重他们今天量完 好就没有了 就不用再量这样子 那我们拳击真的就是每天 为什么要这样对拳击分手 这很辛苦耶 很公平啊 我也觉得耶 可不可以改一下规则 这就是逼着你就是至少是健康的体重进来 不会有那种狂减10公斤的人进来 对不会不会 而且你抱哪一个量级就是那个量级 你不能突然间说 你可能又瘦到可以比上一个量级 对不行不行 那你去这次是住选手村吗 对 去东京奥运 好玩吗 很很棒超棒 怎么说 其实我觉得奥运村可以再再欢乐一点 主要是因为疫情 所以其实真的 因为你有参加过两次奥运吗 对 那上一次的选手村跟这次选手村 氛围也是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 而且又因为文化关系吧 比较不一样 巴西就是很热情这样子 然后我们走到哪里路边 就是你可能去练习 从来准备走到外面的时候 然后旁边就有那些吃啊 你就可以拿一点什么 可能肉啊 拿一点什么 就吃一吃 然后再去训练这样 蛤 所以就免费的烤肉串 对免费的 对免费 因为选手村啊 What 不然吗 我问你 我们要比奥运还要花钱啊 我只是想不以为你说的是那小吃摊 我想说你真的是 不是不是 就在选手村里面就有小吃摊了 你知道吗 好爽喔 传亭归传亭 而且可以直接拿对不对 都不用拿钱 就是你就拿一个盘子 然后排队转转转转转 坐着吃然后走了 这样子 看那体重怎么控制啊 这样怎么控制体重 而且我跟你讲 日本更狂 就有可乐有水 有运动饮料这样 然后那个卡 你就嗶嗶饮料就掉下来了 嗶嗶饮料就掉下来了 所以免费可乐喝到饱了 我问体重怎么控制 而且餐厅又是 就是因为奥运村就是全世界嘛 那食物就会可能有 亚洲欧洲美洲 什么样的食物都有 所以你都可以去试这样子 对 人家吃饭我们可能就这样 好就走了 那我们这次奥运村是 这边好没看到的 这边还可以再看 这边还可以再 然后又有沙拉区 又有饮料区这样子 就是你想吃什么应有尽有 那你会不会想要把每一个都吃到 其实我有想过 但是我后来也发现吃不完 但是我没有 我的防务员有尝试他把那个 他把那个 防务员没有过饱 真的防务员超爽 可乐喝到饱 然后他那个每一种冰品 他每一个都吃过 我就说那我的呢 你不行你这样子 好可怜喔 是不是超可怜 然后我就每天就可能吃晚餐 然后他在那边吃冰淇 然后他在那边吃得很开心 我看到新闻是好像韩国队 他们是自己带那个营养师跟调理师去煮饭 所以也是有国家会这样做的 对都会 但是这次因为有名单限制 就是疫情 可能中华台北队我给280个 你就只能有280个人 你不能有超过的人 或者是名单上没有的人 要真的很有用的人 才能上 大部分照理说 大家一定要给力好不好 一定要很给力的人 看到种人就会特别生气 就说 为什么他可以来 为什么他做什么舱 而且不要 我一定不开一天那湖啊 可是我们其实常常在看奥运的时候 大家最常讨论的就是运动员在宿舍里面 大家都过得很欢乐嘛 然后可能是甚至是一进去门口就是 大家都是奥运村大家都在打炮啦 对一对保险套啦 我们这样讲就好了 保险套说保险套 保险套有看到一对保险套在路边飘吗 不可能用飘的嘛 自己飞 变成气球 就会有一个 像 对16年是会有一个很像贩卖机 你就转一下 然后保险套就会出来 我觉得这个很好的地方是他可以 就是因为有些国家对于性这方面 就是他们不知道有一种安全 就是要有安全措施之类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也借此可以借由保险套 去让他们就是提倡说 就是要有一些安全的措施这样子 其实他都会罚 那可能有些选手就喜欢玩刺激 然后我们就不知道 当然我们不可能人家在一看马的时候 我们跑进去看吧 那大家会讨论会听到吗 会不会走在路上 没有隔壁洗澡间在干嘛 不会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有分好几栋 那我们那一栋就可能中华台北队 就可能两层楼或三层楼 就是中华台北队的 那所以我们的隔壁邻居或谁 就是自己人 对 Boring 中华台北队听起来比较Boring 我们是专业团队 专业 拿牌的团队 黄金计划 对 黄金计划好不好 不是稻草 可是职业选手 需不需要在比赛前禁狱 会有这个考量吗 教练都不管 应该 其实 因为我们自己就很乖的 所以我们不会说 自己讲 对 因为那一部分真的对我们来说 就是 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就不会觉得怎么样 但是 可能外国的教练 人家比较管这一块 对外国的选手 可能就比较开放一点 我们可能比较保守 那他们对于这一块 可能就是 有些人觉得这样子是 先放松 然后就可以很专心比赛 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说 很认真比完赛 然后放松 我只是好奇 那你这次在东京 有保险套吗 我是没有看到 因为这次新闻上面 有很多说法 有一些是说 这次东京不会发 为了防疫 那有一些说 到最后决定还是要发 只是他们会怎么样发 我看到的消息也是说 就是有发 就可能 就是多少个这样子 但是我自己是没有特别去注意 因为防疫的期间 我们真的连进餐厅 我们都很害怕 我们就是自己包饭 然后就回房间了 然后我们的点就是 选手村 然后训练场跟比赛场这样 所以这次真的保守很多 而且这次就是真的很无聊 对啊 因为这次我看 至少中华台北的选手 大家都是保护得很好 对真的 我看到真的是比赛完 大家就赶快口罩戴起来 对真的 或入场的时候 大家都会戴口罩 然后就算 之后在旁边跳舞什么的 大家口罩都不会拿下来 对 可是我看到电视上 就是外国人就是 就是这样子 然后走到外面之后 大家就是整个就没有戴 而且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们会那么怕选手村 是因为选手村里面 有选手完全都没有在戴 国外的人根本不觉得 疫情很严重 然后因为我们住的同一栋 可能就因为我们人比较少 可能就有什么 阿拉伯的 然后什么哈萨克 然后进电梯的时候 大家都不戴口罩 我们就可能 可能就再戴一套这样子 然后要不然就直接转过去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们真的就是不管在哪里 我们口袋就有酒精或者是那个酒精棉片这样 赶快喷喷喷喷喷 然后我还跟他这样 你会这样吗 口罩呢口罩呢 然后他们也听不懂 所以很可怕 然后有些团队的人可能又很高道 然后一进来你就 你又不好意思这样 你就这样 对他们很客气 对就是 对就很可怕 但是我觉得防疫真的要做 对啊 那你们每天都需要做PCR吗 对对对 我们用那个唾液 每天都要做 每天给他们 他们就把你做好 所以是奥运那边会集中处理 那边会处理 对 所以都没有听说说 哪一个人哪一天就突然就中了这样 然后他就不见了 是有听到说 有别的国家的选手 就是有检验出阳性 然后就可能就 没有比赛 对 这样子就 这压力好大啊 对啊 你看你准备一个试捏 然后你检查出有阳性 所以你看你这口罩戴不戴 所以他们 我就是不懂这些选手 都已经花那么多时间 力气准备过去了 你还不做防疫 真的是 真的 我不懂 我也不懂 那你去之前 就也先都打好疫苗了吗 对 我们去之前两剂都打完了 我们行李箱 就是可能两面 这一面全部都是防疫的东西 以前可能这一面临时 这一面衣服 现在是这面防疫的 这一面代表团的服装 就这样 对啊 那大家会担心 就是比如说打疫苗啊 会不会影响运动表现啊 所以很多人一开始 是不是都会不愿意打 其实还好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有 那个说明会 然后就会在施打之前 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解 那个状况 然后一定都会 就是询问选手 还有教练 还有就出去的名单的这些人 有没有意愿要打 对啊 那你接下来 接下来的打算是 是想要继续训练 然后为下一个奥运准备吗 还是你有开始在想转pro这件事情 没有 你没有想过转pro吗 我从来没想过要转职业 因为我觉得职业那个 在台湾真的 很难发展 环境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 如果你说在美国 哇 真的就是很 就是他们的流行样子 但是在台湾很难发展 我们要拿到奥运金牌 就真的很不容易了 所以我觉得 我会想要把就好好把业余这个打完这样子 你有用过自己专业的拳击技术出去打过架吗 我不打架了真的 我是被人家欺负 因为 你不要那眼神 你不要那眼神 我们有点不相信 我真的不打人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我那么壮 然后我应该 对啊其实专业也拳击手 对啊 但是我对我的运动项目非常尊敬 说真的拳击手有一条法律 所以我们出拳打人 我们就要坐牢 真的有这个法律 是武器嘛 对对我们的拳头是武器 因为就真的曾经有学长就把人家打住院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我就是觉得拳击是一项运动 然后他是很 很崇高的 不可以随便这样出去 为了一些不三不四力要打 所以就算真的 踢的不算 你的踢不算 是不是可以摔一下 角力不算 角力不算 对啊 我大概就有跟我兄弟姐妹吵过架 对 然后他们都立刻跟你道歉 真的以前我完全就是被兄弟姐妹欺负的那种 然后可能就躲在棉被里哭 但是后来长大的时候大家就是 妹妹你吃饭了 妹妹 姐姐带你出去玩 没有人敢惹 没有人敢惹我 那你觉得一般人要怎么样去支持自己很喜欢的运动员 我觉得他们可以就是去follow就是这一些运动选手的不管是从他们的脸书或什么去follow他们的日常然后他们的训练比赛那同样的他们去尝试这项运动也是对于运动的一种支持然后去了解这些运动像我们就是拳击裁判有一些年轻的拳击裁判很多人都是因为热爱拳击所以他们去考裁判这件事情他们也同时就是有去参加拳击的课程 嗯所以就这样就好你有没有想过要因为你很有梗然后又很会讲话你有没有想过说要自己做YouTube频道啊像那个这次的Tom Daly 那个英国的跳水选手 哦对对对对对 男同志跳水 很可爱 一直在那边编织的那个 他真的很可爱真的 他就一直拍YouTube影片然后就跟大家分享自己的训练过程然后我们觉得台湾这一块好像比较少人做你有兴趣吗还是你也没有 Terry我们准备一下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觉得蛮好玩 因为Tom Daly我之所以会看到他的YouTube频道是因为他一到日本东京的选手村之后他就拍开箱选手村对对对 所以他走到哪里就这样拍我就哦好有趣哦对然后他一直说什么诶这个床我们来试试看吧什么之类的 他说诶这箱床我们试试看两个人在上面好不好哈哈哈就会一直开这种玩笑就很可爱 我觉得可以吧慢慢的因为拳击运动在台湾也还没那么热门所以我我有想过就是未来就是开一个YouTube就是推广拳击运动因为我是原住民然后我和教练还有一些老师们我们都有在推广一些到深山部落我们设一个拳击站然后让他们去接触拳击因为其实部落里面的孩子跟大城市其实还有家庭这有时候没办法去就是结合在一起就他们必须要放弃一边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用这种比较大城市其实还有家庭有时候没办法去就是结合在一起就他们必须要放弃一边这样子 比较比较亲近似的我们就是在那边设一个拳击站你们有兴趣就来玩然后我们会有教练教你们这样子因为他们也要上课也要干嘛那我们就可能一三五好了设一个课程然后他们来体验这样那有兴趣我们就送到城市里面不管是新竹或者是哪里这样子然后让他们去接触这样哦这很酷耶对啊而且我其实是现在才知道说信念T恤里面念是你耶就是我哈哈哈我自己的你也讲真的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太过分了对所以这边要要矫正视听跟大家说所以大家就是买信念T恤的时候信是郭信纯信纯念就是陈念琴对这样有支持到对那现在是不是已经买不到了还有吗现在我们可以再吹一下要不要再出来还有了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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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有所以买支持信念T恤也会支持到你对也会支持到念琴也会支持到信纯 他有很多人支持但我们我想会是支持到你 好谢谢 好今天真的很谢谢念琴来跟我们了解谢谢你来跟我们了解一大早就这么嗨这超厉害的 OK谢谢 谢谢